而至于俄乌战争现在最新的进展是 乌克兰是不是要获得一份美国送给他的大礼呢 因为就在呢拜登他卸人的前夕呢 突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呢要打算放宽之前一直禁止乌克兰使用的长城飞弹系统 这个系统呢它的射程呢可以超过300多公里 那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就指出 乌克兰狠狠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 就会首次对俄罗斯来执行长城攻击的计划 所以放宽这个武器限制呢严格来说 对乌克兰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战事兵力上的重大升级 而当然这么做引发了蛮多的批评 像是呢川普的儿子小唐纳 他就批评拜登说 你没事选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个决定 应该是居心叵测吧 因为川普一直说呢 他上任的话就要来终结乌俄战争 但你拜登好像呢反而是在火上浇油 要让战争持续的下去 所以认为呢拜登这个做法根本就是在挖坑给川普跳 很可能会引爆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那当然这个是站在拜登的对手反对面呢 来看他这个决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那至于熟悉乌俄战场跟这个国际情势的专家怎么看呢 他就说当然呢这个拜登是有考虑到川普要上任的 但拜登的想法可能比较多的是趁自己还在位的时候 还能做点什么的时候呢 尽全力来做他认为对的事情 那当然也是考量到呢 最近的消息是呢 北韩跟俄罗斯不断的在联手 甚至呢北韩的军队已经派驻到库斯克去 所以呢美国方面当然希望也能够有一些动作来巩固 目前在库斯克呢乌克兰军队他们已经守住的地盘 那至于其他的这个各方各面怎么来分析美国的这个决策呢 像驻西服的西方外交官就觉得 当然这个消息好像是蛮爆炸性的 不过你冷静下来来看呢 可能会发现其实他并不是所谓的这么有决定性 会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影响的选择 但是有一个可能蛮负面的效应就是 对俄罗斯来讲呢战争的成本势必要增加 你要怎么样来抵挡乌克兰的这样的攻击 那另外则是澳洲的学者他认为呢 没有任何的装备可以来扭转目前的战局 毕竟打了已经一千多天了 而唯一呢能够获得胜利的方式 你必须要逐步摧毁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但这一套长城飞弹一定能够产生或多或少一些些的影响 但你要说能够让乌克兰马上就反败为胜 马上呢就直接宣告自己战胜吗 恐怕呢也不是这么的笃定的 纽约时报呢则是认为呢 美国这个动作其实有一些策略性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打击部分高价值的俄罗斯的目标 再来就是向北韩传递一个讯号 你不要以为呢你跟俄罗斯的这个大哥结盟 好像我们就必须要尽你三分就要怕你 因为呢我们美国也有筹码来助乌克兰一臂之力 那另外美国的官员呢自己他们怎么分析这个举动 背后在下什么样的棋呢 他们当然认为呢是希望能够帮助乌克兰来保住库斯克这个地方 那也希望呢可以给北韩跟俄罗斯一点颜色悄悄 来对抗他们的双边结盟 也希望呢未来如果乌克兰跟俄罗斯 能够再上谈判桌的话 也能够增加一些筹码 看看能不能够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空袭警报大作又得躲进地铁避难 民众拿起手机等待最新消息 外头防空飞弹出动拦截来袭武器 乌克兰基辅面临新一轮空袭 民众屋顶留下巨大坑洞 俄罗斯周日锁定能源基础设施 发射120枚飞弹和90架无人机 连南部奥德萨也受害 根据乌克兰总统泽德斯基表示 不只出现巡异飞弹 弹道飞弹还有伊朗制的见证者 无人机是近三年遇上最大混合式攻击之一 多个省份都传出断电 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重大宣布 终于亮绿灯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 使用美制长城武器 外传拜登政府武器政策大转弯 关键在北韩军队进入库斯克 此举恐造成战争新一轮升温 而俄罗斯几周前就曾发出警告 尤其川普将上任被迫躺浑水 共和党人抨击拜登 趁卸任倒数之际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保守派组织也发文怒呛 这简直是疯狂的举动 TVPS新闻都不得 对于北韩跟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的这个举动 其实呢西方国家当然是谨慎以对不敢大意的 所以目前正在举行的G20峰会上 各国领袖呢也针对这个韩国 也针对俄罗斯呢 跟北韩之间的这样子的结盟 做了很多的沙盘推演跟预测 而根据彭博士的报道呢 他们就评估说 普京跟金正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在极力深化他们的伙伴合作结盟 那美韩甚至可能会派出多达10万的兵力 来援助俄罗斯来跟乌克兰打仗 当然这个10万人呢 不是一下子马上全部送到前线 比较可能是采取分批或是轮替的方式来进行 目前在库斯克前线的部分 可能至少有15000名的兵力 已经正式来投入作战了 那之后呢这个军事援助一样呢 会是分批逐步来进行 不断去替换这些在前线 可能已经打到有一点点疲惫的士兵 借此来维持呢这个动力 让整个战事能够继续的进行下去 所以包括呢乌克兰驻韩国的大使 他也就评估说北韩应该会采取 所谓每个月轮换一次的方式 不是一下子把底牌全部都 绣在台面上给你看 这是一个比较经过深思考虑跟策略性的做法 那这也显示出呢 普钦他的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呢准备好要做长期抗战 希望呢跟乌克兰的战士只要拖的久一点点 毕竟俄罗斯呢比较兵强马壮 资源比较多 说不定呢就可以占到上风 最终呢能够拿下胜利 那另一方面呢在这个中东的战局 我们来关注的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仍然不断在持续 最新一步的攻击呢是瞄准了 真主党总部的建筑来做轰炸 也导致真主党的最高发言人不幸身亡 建筑中间一团火焰狂烧 消防员拿水管跟时间赛跑 这里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中部 周日又遭乙军空袭 第二次的伊拉人攻击 被封重的城市在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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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以军队中部 拉斯阿纳巴区进行轰炸 精准锁定一栋建筑 远方大楼硬生倒塌 瞬间浓烟弥漫 临近大楼的居民还在屋顶挥手求救 传出真主党发言人亚非 当时就在这栋建筑内 听到真主党发言人惨遭炸死 里巴嫩居民心生恐惧 被轰炸的建筑宛如成了废墟 当地居民扛着行李逃命 现场交通乱成一团 只不过以色列轰炸 没有就此结束 里巴嫩南部村庄成了非弹目标 爆炸声伴随滚滚浓烟不断传来 中东另一个战场还在延烧 希腊反独裁纪念游行 变身挺拔示威 大批民众到以色列大使馆外抗议 还有人焚烧美国国旗 然而停火似乎看见曙光 以色列时报报道 里巴嫩当局正面回应 美方提出的停火协议 目前正在等美国驻里巴嫩 问题特使霍赫斯坦抵达 详谈细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和新华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